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汽車友郭頻道 9月8日星期二所開數字有 0106 07 12 15 那我沒有預測中喔 我們只有爆四隻沒有中這數字喔 好那我們看一下9月9號星期三 有什麼尾數可以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那9月9號部分啊我們推薦是那個四尾的部分 因為禮拜三跟禮拜四之間喔開四尾幾率比較偏高 好首先我們看一下這個週期數的喔 嗯這現在的版路方式好像都沒有很準 那我們這次是用那種看週期的這種方式 以及趨勢圖去看喔 我們看禮拜三喔跟禮拜四喔 開四尾的機率都蠻高的喔 你看0414跟24喔 你看這近幾週的四尾的部分喔 所以我們推薦是四尾的部分喔 那四尾的話看到禮拜三跟禮拜四 幾乎是開0414跟24喔 這三個數字 四尾部分禮拜三啊幾乎是開四尾喔 那所以這部分我今天是推薦四尾這個數字啊 給大家多參考 那四尾的部分啊 有哪幾個四尾 對好我這邊就先寫下來喔 9月9號星期三喔 好我這邊就寫來9月9號 星期三部分109年的217期喔 那四尾啊 推薦是0414及24喔 好這是四尾的推薦的數字啊 好那推薦的是四尾的數字喔 好那看那個趨勢圖的部分喔 好我們看到這個趨勢圖喔 我們看到 本週這一整週幾乎看到這兩格居多 06到15範圍內喔 你看這 星期一跟星期二已經開在這這部分 如果用 這個 五個數字裡頭去碰這五個數字 你看 說實話 這樣就做 都可以去那個碰 碰的方式都會 重機率就很高 那這這兩個部分啊 16到39部分啊 就星期一開29喔 所以那個大數的 三字頭的幾乎是沒有什麼出現喔 好那星期三的部分啊 我們推薦四尾啊 那 14的話這上一周是沒有出現喔 本週14會不會有可能 還有一個是零四啊 零四還是有出現的機會喔 他現在禮拜四的部分 那這也是有禮拜三喔 所以禮拜三跟禮拜四 所以才會抓零四的部分 跟14 以及24 24 24在這一周也是有出現的機會 好這次我很推薦喔 那二尾的話 好像也是有可能 二尾的話也有零二 那二尾的話 我就沒有很推薦了 因為二尾好像有點偏冷了 那已經幾周沒出現了 二尾看 一格 兩個 三格 四格 五格 就只有五周都沒出現喔 你看這二尾在這邊 是7月18日喔 到現在都沒有出現喔 好我們把他拉這邊來看看 二尾看 七月在這邊喔 就沒出現了喔 在7月8號的時候 你看 一二三四 五格喔 五周囉 五周沒有出現二二喔 那二二也可以留意一下啦 那我最近的話是推薦是零二部分 因為零一下這裡零二還比較有機會喔 二二有點偏冷 那我最近就沒有推薦二二 那再來就是二六喔 二六其實也可以留意一下 因為起碼還是有滿熱的情況 二六 所以我這邊是推薦二六這個數字 所以我這邊是推薦二六這個數字 其碼週六 會出現機會啦 這是我個人的建議啊 你看 這個一八幾一九 也是沒有出現喔 你看 一八一九 你這個都偏冷的情況下 我覺得也可以留意一下 像近幾周內喔 像我發現啊 近幾周內的重複開的還是有機會 你看 四期內零四啊 以及二四啊 一二三四 四周 四期內的 其實起碼可以一直供用下去喔 你看 四尾部分 你看 二四在這範圍內喔 這才抓二六 以及四尾 還有一個 零二 通常在那個 十期內都還是有可能有機會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發現大多數是那種 四八或十期內 你都是有機會出現的那個號碼數 好 那我今天就推薦那幾個數字 我寫一下喔 那今天的數字啊 除了四尾以外 還有二尾 是推薦02喔 留意一下 還有一個六尾 六尾是推薦26喔 我原本這 這週 昨天 九月八啊 星期二啊 我是用那種版路的形式 那今天是用 那個趨勢圖的方式去看啦 好 那今天就推薦這五個數字 給大家做參考 四尾 我覺得 起碼還有中一隻的機會 那 看看 這有時候 也是個運氣啦 好 那今天就推薦這五隻數字 給大家做參考 好 OK 那我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收看 與支持 拜拜